这一次我可要发财了 咱国内最硬的龚膜平级 已经给我检定位整拼了 我还有一点高不明白 这个红屋同胞啊 明明是明代的 这咋给我打了一个明国的 看来这专家也有大元的时候 这没像啊 专家都给我说了 直接是吃630万 是 我经常看您的视频啊 经常说那些网上的专家 有时候好套路我们 给我们要检定位 我这直接给他们跳去了 我自己拿到龚膜去检定了 我这检定完了 他们绝对没有那个套路 给我再要检定位了 他当时也承诺我了 去了你妈就给我献金 那你来我这是啥意思呢 那你这我害怕他给我抵了啊 这统一所说啊 抵几生万 我这不溃几生万嘛 从明代穿到现在 杂招也得好几百年了 这溃个几生万 我这不是少挣点钱了吗 老师啊 你这个并不是明代的 你看这个位置 这是明国的 我还真拿味儿的 这红屋桶毛 红屋明明是明代的方程 这咋给我搞了一个明国的 是这样的 说起来你是红屋桶毛补加 但是后面 看到这个位置明 这是划签 划签的话 不是六筒货币 是明年用来弯刷 或者挡牙二线的 你这个是木牛兔 木牛兔的划签啊 图案又非常逗中 形态可以 而且大小不已 在晴代和明国啊 都有主兆 所以说啊 你这个确实是明国铸造的 并不是明代铸造的 它的历史的话 明国到现在都一百多年的历史 那不可能 这个划签不都是国具的签吗 是这样啊 这个划签啊 非常逗中 各行各业都由格子的划签 一般就是用来去械 欺负的作用 哎 不哀死 只要是孤冬怒期了 你最主要是帮我看看 能支多少钱 嗯 能支多少钱 转家给你报六百三十万 对 有啥说啥老哥 你可以考虑把这个万去掉 然后再假期百万件 余计的话就把这个百万件 浅缘上下 那不可能 一千万件够难了 我已经是乳科了 转家都给我检定 我也整平了 对啊 我直接过去 他都说了 直接献您 塞给我 是这样老哥 就我刚才跟你说了 这个也就前沿上下 从首章的角度来说 前沿上下的董椅 就意味着 它春吃量非常巨大 价位的话 确实就这个价位 你要是硬说 它是六百三十万 这是不现实的 你去了时候 虽然说 你这个已经检定过整家了 但是人家的套路 也是称之不尽 就好比说 让你参加排卖会 你想想 你钱块钱的董椅 要卖六百三十万 这是不现实的 对吧 但是你排卖会 涉及到各种的费用 排卖费 溜排费 值纳金 各设各样的 那确实是一个套路 你就别去了 老婆 那不行 说实话 转家都锁了 我这是诊明 有可能是万种无疑 说实话 这六百三十万 我再去拨一拨 这来靠我大拱 这来打几辈子拱 也挣不了那么多钱 行行行 老婆 你要想拨 你就去拨一下 但是你记好一点 切记不要被坦行 说蒙逼 你记好 你是卖东西的 而且他也撑到了 去了都给钱 正常交易流程就是 他给你钱 你给他货 如果在货没卖出去 只钱 你千万不要把钱给他 就行了 好吧 你放心吧